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 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语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我们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引以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P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中航电策百亿元级并购过会 中屋高薪 你收购是竹园100%股权 突出主业 向新而行 国企重组整合 大戏连台 央企整合动作不断 今年以来 央企重组 整合动作频频 7月5日 中屋高薪发布公告称 中屋高薪你已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湖南市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 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国务院国资委员则同意公司 本次重组方案 此外 中国电信 你设立一家集团 只管专业公司 天通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整合中国电信 卫星公司 和卫星应用技术研究院的相关资源 传统产业专业化整合 向综身推进 6月15日 中层股份公告称 国头集团 将其直接持有的中层集团100%股权 无偿化转至通用技术集团 通用技术集团 间接持有公司39.79%的股份 本次无偿化转完成后 通用技术集团 将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5月6日 研湖股份公告称 青海国头你与中国武矿 在合力共建世界级研湖产业基地 打造世界级研湖产业集团 由中国武矿控股等方面 开展战略合作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迎来全面推进的关键之年 国资企业 有望继续凭借高市场占比 与高并购成功率 成为并购重组市场的重要参与方 国金证券分析师杨嘉逆认为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持续推进 和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的背景下 科技形阳国企实施的产业并购 有望引领下一次并购热潮 地方国企重组浪潮涌动 放眼全国 多地国企重组 整合浪潮涌动 在江西 国旅联合7月4日公告称 江西省人民政府 同意将江西国控持有的 国旅联合控股股东 江旅集团股权 无偿化转至江西长天集团 据了解 通过实施长天集团 与江旅集团重组整合 将具力打造省级旅游龙头企业 正当全省旅游产业链主企业 在宁夏 近日 宁夏国资委召开 驱逐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布局 新制生产力座谈会 会议要求 加大重组整合 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 优势产业聚集 在山东 威海市政府6月25日 披露了威海城投 产投 文旅三大集团的整合重组情况 由城投集团 吸收合并交投公司 同时 将城建集团整体化入城投集团 成为妻子公司 作为城投集团 整合内部房地产开发板块的平台 资本咨询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今年以来 与地方国企有关的专业化整合重组事件 共38起 聚焦于房地产管理和开发 化工 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王洪志近日表示 国企之间 特别是央企与地方国企 各地国企之间 要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和技术优势 广泛挖掘合作场景 加大交流合作力度 推进各方优势互补 资源融合 错位发展 互利共赢 龙头企业要沿着产业链主动谋划 推动重组整合 在更大范围内 不同层面间 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源配置 更加合理 新经济和传统领域并购重组 要加快 资本咨询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今年以来 央企重组整合事件数量 同比增长120% 今年以来 央企重组整合明显提速 对传统行业的优化 以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 加快 资本咨询国企改革数据中心研究员 郝惠惠说 国资委早在今年初便提出 要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 融合集群发展特点 更大力度开展信息通信 新能源 装备制造等领域专业化整合 积极开辟新赛道 抢占新高地 塑造新优势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谢学成认为 随着产业整合加快推进 化工 电力 公用事业等行业 并购案例呈现活跃态势 新经济行业 如互联网软件 医疗设备及电力设备等行业 发展前景广阔 利用市场化的并购重组 可快速布局新兴经济领域 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并提升市场竞争力 在国企改革及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下 通过并购重组 实现产业链整合 有助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新经济和传统产业整合 有望受市场更大关注 谢学成说 6月25日 由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 全国委员会主办 福焦集团承办的第三届 全国中药传统名堂职业技能竞赛 山东赛区选拔赛 在济南市中国福建康产业股 盛大开幕 其探 厄交组员的大揭秘 比赛现场 山东省高级中药师 齐聚厄交组员地 游览中国厄交博物馆 探秘中国正宗厄交 深入挖掘厄交的历史文化价值 感受厄交组员地 复拍成千年的历史文化 品牌传承和匠心制交工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组员地厄交 被纳入第三届 全国中药传统名堂职业技能竞赛 山东赛区选拔赛理论试题 本草纲目记载 厄交 出东阿 顾名厄交 据历史考证 此处的东阿指的正是 金福交集团所在地 山东省济南市东阿镇 是解放前历代老东阿县县城 是国家认定的中国厄交之乡 东阿镇作为于景德镇 茅台镇齐名的 中国三大名优特产镇之一 是海内外鼎里膜拜的厄交圣地 培育了一代代厄交匠人 丰富了厄交的历史与文化传承 其声 厄交组员的好印象 活动现场 福交集团火热开展 非一传承人 亲授组员低厄交 五感鉴赏活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阿镇福牌厄交制作 记忆传承人 带领山东省高级中药师 从视觉 听觉 嗅觉 触觉 味觉 五感方面 一起品鉴福牌厄交的记忆传承 此外 山东省高级中药师 对福交集团 吃喝品冲响系列五家N产品进行品鉴适应 全方位体验 厄交作为大滋补产品的多样性 充分展现了厄交组员地的文化魅力 和福交集团强大的产品力 福交集团作为本届赛事的承办方 始终坚守以第一质量 做第一品牌的质量理念 对产品质量把控 精益求精 高度重视 员工职业技能培养 广泛开展飞翼拜师学艺 质量公关和技术比武等活动 坚持建设没有围墙的研究院 构建开放的创新研发体系 不断加强与外部高效 科研机构 科学家的无边界合作 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 不断创新产品布局 逐步形成了吃鹅胶 贺深奇 品身容 冲速容 想补血和N系列产品的大滋补产品 体验新生态 齐评 厄焦组园的真厄焦 通过亲身品鉴 与适应高级中药师 深入评测 厄焦组园地产品的独特之处 对复牌厄焦的组园地 厄焦地位表示十分认可 逐步强化了消费者 对正宗厄焦的认知 中国药学大词典记载 每年春季 选择纯黑无病见驴 四以试尔山之草 引以狼西河之水 至冬至宰杀曲皮 进狼西河内四五日 刮毛迪购在竞飘树日 取阿景水 用桑柴货熬三昼夜 去扎滤青 用银锅金铲 此即真厄焦也 坐落于中国厄焦组园地的 浮焦集团 独家继承三大不可复制的 道地优势 水谷阿景和狼西河的阴阳水 皮士尔山驴皮 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阿镇浮排厄焦制作技艺 资讯 7月10日 青岛市教育局 举行2024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及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工作 媒体通计会 发布普通高中 韩宗和高中 及市南 市北 里仓 劳山以下简称四区 和高兴区 民办普通高中学校 第一阶段录取分数线 其中一段线为261分 二段线为246分 2024年 全市初中毕业生 约9.36万人 全市普通高中计划录取数 与去年保时相当 目前 已完成三加四本科 局属普通高中自招批 特长批 艺术班批 普通批等多个批次录取 四区和高兴区考生普通高中 招生录取线方面 局属普高一段线为261分 二段线为246分 民办普通高中普通班 最低录取控制线为224分 其他班最低录取控制线为215分 根据安排 7月10日至12日11点 四区和高兴区位被录取或投档考生 可登陆中考平台 网报分数代志愿 全市位被录取或投档的考生 可填报或调整职业学校五年至高师 职谱融通 五年至高职 三年至中职绩效志愿 民办普通高中方面 面向四区和高兴区招生的民办普通高中 录取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于7月10日第一次公布投档结果 第二阶段于7月17日公布分数代志愿投档结果 仍然有缺额的学校 可于7月18日至20日17点进行第三阶段 缺额申请录取 7月20日17点全市普通高中 综合高中录取结束 21日普高新生报道 6月30日下午 随着深中通道的正式通车 由独特客户端 联合深圳新闻网和中山网 推出的大湾区大连通大未来 1000分钟直击深中通道直播活动圆满结束 本次直播活动以1000分钟不间断的直播形式 全方位多角度的直击了深中通道开通的盛况 获得了人民日报 新华社 环球时报等超过60家主流媒体平台的同步推广 全网一级的流量关注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深中通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横 其开通对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加强越港澳大湾区内部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可谓是全国甚至全球瞩目 直播期间 人民日报 新华社每日电讯 新华社快看 新华财经客户端 环球时报等多家央媒新媒体平台 在首页等重点位置推出 北京日报 北京青年报 精彩台湾 集目新闻 东南网 海南日报 大众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平台持续联动 香港商报等港澳媒体 更是通过Facebook YouTube等国际传播平台向全球推送 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网友跟随直播的镜头 一起感受深中通道的宏伟深姿 和通车首日的热烈氛围 感受大湾区的大联通 大未来 部分媒体转载截图画面 设计愈菲 6月6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发布 2023年度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名单 包括通信 互联网 公共机构 能源 金融 制算中心等领域的50家数据中心 名列其中 目前 中国已经累计建设246家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时发展 数据中心带来的巨大能耗问题 也备受关注 据今年6月发布的 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绿色算力指数白皮书 下称白皮书 预计到2030年 中国数据中心能耗总量将超过4000亿千瓦时 若不加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2030年中国数据中心二氧化碳排放或将超两一吨 白皮书认为 随着PEV电能利用效率 评价数据中心的核心指标 优化空间的不断缩小 以及数据中心耗电量不断增加 数据中心如何应用绿电成为降低碳排放的关键 因此要提升可再生能源再替代 供给 结构等方面的权重 因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存在区域布局差异 数据中心还会面临能否顺畅地跨省跨区买到绿电的问题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通过调研及与业内人士交流 进一步探究数据中心如何增加绿电占比 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 实现绿色低碳运营 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布局错位 目前 中国数据中心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 但受土地 能源等资源日趋紧张 继续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受限 而西部地区资源充裕 尤其是可再生能源丰富 因此 国家支持数据中心向西部转移 2022年2月 东鼠细算工程 启动 选择津津军记 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 内蒙古 贵州 甘肃 宁夏等8地 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 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规划处处长王建东 认为 东树细算工程的出发点之一在于 数据中心行业高耗能问题 亟待缓解 一方面 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北 上 广 深等一线城市能耗指标紧张 难以支撑大型以上数据中心在东部地区落地 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甘肃 宁夏等西部地区气候环境适宜 清洁能源复集 数据中心建在此地 其电子元器件长期运行费用低 清洁能源使用成本低 2023年12月 关于深入实施冬树细算工程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提出 要充分发挥风光水电资源丰沛地区的优势 强化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 提升数据中心 绿电使用比例 增强绿色算力攻击水平 到2025年底 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 绿电占比超过80% 为了增加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在可再生能源复集 自然条件具有天然优势的地区 选址建设 如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的 武当云谷大数据中心园区 二号楼 积极利用丹江口水利发电厂的清洁绿电 利用丹江口水库深层冷水 作为自然冷源 2023年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 PV1.20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达到100% 从整体看 尽管东署细算战略稳步推进 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区域 错位的问题依然凸显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室 副主任韩雪 看来 西部地区的数据中心建设 还面临着技术人员不足 运维水平较差等障碍 中东部地区的数据中心 很可能面临缺乏 本地绿电的近况 购买绿电提高 可再生资源利用率 目前 数据中心主要已直接 间接两种方式 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前者通过自建 分布式光伏发电站 或锋利发电站等 自发自用绿电 后者采用购买绿电 或绿证方式 但 绿证相比绿电 较为缺乏市场认可度 2023年度 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可再生能源电力平均利用率 达到50%以上 对于缺乏本地绿电 资源的数据中心来说 靠自建分布式光伏电站 直接产生的绿电 占比并不高 因此 数据中心 在自建光伏发电站的基础上 还需通过购买绿电 或绿证 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以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万国数据浦江数据中心 为例 该数据中心的分布式光伏系统 年发电量可达23.8万千瓦时 结合绿电直采 及绿证交易等方式 自2022年起 保持100%的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2021年 万国数据与中广和新能源投资 深圳有限公司 签署绿色电力合作框架协议 计划在10年内 采购绿电电量 不低于21千瓦时 由于数据中心电费成本 占其运行总成本的 80%以上 因此数据中心 在绿电交易中 受绿电价格影响 面临一定成本压力 同时 绿电交易存在资源负极区 与负荷中心的 供需错配 需给予跨区跨省绿电交易 更多支持 据 我国绿电交易现状 及重点问题研究 一文 国家电网公司 经营区成交绿电的环境一家 在2021 2022 2023年 分别达到3分每千瓦时 5分每千瓦时 6.5分每千瓦时 近年来 南方电网公司 经营区 绿电交易成交价格 也在不断走高 2023年 成交价格 较煤电均价高出 1.85分每千瓦时 数据中心 与可再生能源 协同发展 为了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除了自建分布式光伏电站 购买绿电 绿证 数据中心 还可从绿电供需角度考虑 主动走出去 通过产业协同创新 加强绿电供需双方间的合作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调研发现 已有数据中心 积极探索创新 让绿电从公道需流动起来 共同实现绿色发展 一是增加绿电供给 拓展可再生能源业务 据奥飞数据公告 2021年 公司拓展了新能源业务板块 以投资运营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为主要经营方向 选取自建数据中心 作为战略试点 并逐步有序开展 外部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签约和建设 据了解 澳飞数据位于河北的自有数据中心 廊坊汛云数据中心 通过投资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 实现年绿电发电400多万千瓦时 并实现全额就地销纳 二是绿电就地销纳 实现可再生能源价值 上海黎明资源在利用有限公司 利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 可再生能源优势 就近筹建绿色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拟建在厂区原有办公楼区域 其中垃圾焚烧发电厂产生的绿电 可直接供数据中心使用 该项目希望将数字经济与可再生能源深度融合发展 打造100%绿色能源数据中心 据了解 未来数据中心运营后 可就近销纳黎明垃圾焚烧发电厂70%的绿电 对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来说 也可通过提供绿电获益 实现可持续经营 总之 要想增加数据中心的绿电占比 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一是在东署西算的国家战略布局下 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区位优势 选址建设数据中心 二是在本地可再生能源缺乏的情况下 加强对跨省跨区绿电交易的支持 三是鼓励数据中心积极创新 让绿电在供需流动中创造价值 与生态伙伴合作共赢 实现绿色发展 城市应急剧而诞生 一座城市的公共政策 人居环境 习俗风气塑造了市民生活的底色 澎湃城市观察 聚焦公共政策 回应公众关切 探讨城市议题